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好 今天是封场日常 这边的国怀开了 现在采的蜜是以精条花为主 有一部分国怀 还有一些山花 杂花 这种蜜叫杂花蜜 就是败花蜜 现在咱们去封场看看 这是咱们实验的那四个箱子 已经上板开始封了 等一下拿出来看一下 现在让老叔给咱往处拿 封的不少了 有好多朋友还是不太明白 封盖跟没封盖的区别 咱们再量一下 先测量没有封盖的 这是没有封盖的 封盖是42点多 现在测量封盖的 封盖的就比较浓稠 开始测量封盖的 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封盖的就到了43多了 水分也更低 这次朋友们看明白了吧 封盖不封盖的区别就在这 浓度上有区别 水分上有区别 营养价值上也是有区别的 营养价值咱是看不到的 必须用专业的仪器去化验 咱先不说它的营养价值上的区别 咱就先说它的浓度跟水分上的区别 最明显的就是口感 成熟封盖的口感 它是浸嘴特别浓稠 而且香味在前边 甜味在后边 那种没封盖的 它就是香味少 甜味占了主导位置 还有就是从实惠的角度来讲 同样是一斤蜂蜜 咱这种成熟封盖的 它的水分就要低很多 没成熟封盖的水分就要多很多 这个就是花一样的价钱 一个买的是蜜多 一个买的是水多 所以朋友们这点一定要知道 现在在售的羊怀蜜跟枣花蜜 都是封盖90%以上的品质 之前有瑶蜜视频 有蜜蜂生产过程的详细记录 现在还可以出一部分 百花蜜 杂花蜜 以静调花为主 有山花 野花 还有一部分国怀 国怀这两天开了 这些天其实我都在详细的记录着呢 都在封上不停的记录 为啥没有拍视频呢 是有好多朋友说 不太喜欢看这种养蜂日常的 所以就没拍 不过朋友们放心 咱们摇蜜的过程是肯定是会拍的 再过几天就要摇百花蜜了 今天阿姨给我们做了哨子面 咱们现在去吃饭 看今天的哨子面有没有食欲 今天的面太多了 满满的一大碗 香啊 点面起司 咱们这里特色 咱们就来说辣椒 我们会咱们去吃 咱们去吃 咱们去吃 那里头加了一种 咱们去吃 砸着这些 来这种面是 咱们去吃了 这个要害 咱们去吃 咱们去吃不正做 那小花就是有回复 那里加和面是夹的 味儿不一样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咱们下个视频见